大家好,焦点视频,我们一个玄学的节目开运教室 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可以邀请到香港的一个著名的玄学家,就是盧恒立师傅 师傅,今天我和您的对谈,我想请教您一些关于香港的事情 很庆幸可以邀请您来接受访问 香港在2019年的年中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件 直到现在疫情爆发,第四波暂时还未完结 在我们今天六点的时间 来往后,刚刚叫做踏入2021年的新丑年了 其实2021年香港整体的情况或者混势本身 在您的角度来说,您有什么看法? 我们大家都经历了2020年,但是你说我们在香港 其实已经算是比较稳定的,至少香港有疫情 但是那个疫情不是说,好像其他国家 欧洲、欧洲、美国等,但是2020年为何会是这样呢? 纯粹全世界都是陷入恐慌 其实我们中国的皇帝来经,公元前2600年写 如果真的有可能,里面都很清楚说 其实水就代表恐慌,火是代表喜气的 所以中国人喜欢火,中国人喜欢红色的 所以我们由2013年蛇年开始,一直到2019株年 其实这个日历都是很多火的 你看看那些年就是贵子、甲午、月味、丙身、丁柚 接着到暴户就沉一沉了,即是火日霧 几害,接着到水了 所以突然间由这么好的火,火令到人有信心、开心、经济蓬勃 突然间转变到甲子年,甲子年是金山水 老鼠本身已经有很猛的水了,上面整个甲子在这里猛山 所以水跟火是相反的,火是开心、水是恐慌 所以不是很明显全世界是否恐慌 幸好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说 很多人都说甲子年的十二月是最危险的 甲子年十二月就是紫月,老鼠重叠,风水又重叠 又说土星木星又相会 所以我们就说最害怕的就是2020年十二月 幸好过去了,踏入去一月,一月已经是丑月了,牛的影响来 很明显整个世界都开始稳定一点 你看我们立春之后,看到香港的疫情 虽然未曾说完全消失,但是已经是慢慢平稳了 现在都是两位数字而已 所以就是新炒年,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就变了 五行变了,风水又变了 所以如果你照五行去看 你看回《皇帝内经》 土是代表沉思 火是代表起庆,水是代表恐慌 土是如何呢?土是比较忠诚,比较温和 和比较稳定 我们丑年,不多不少都是有土的 虽然你说这个土很弱 因为丑的土就是冬天的土没什么火气 但是始终给时间休息 其实我们看回对上的循环 2008年,鼠年金融风暴 到2009年其实稳定一点点 一样是牛年,就是土回来 那你就说有什么要改革 让你给一些机会思考 但是真正要回火出现就是蛇链 所以2013年世界经济开始蓬盘 现在我们向前看,到2021年应该稳定一点 比老鼠那麽猛烈的水 人们有些机会悠扬一下,稳定一下 但是问题是否突然间转好呢? 这就没有那么快 因为我们始终说火是未回来的 因为2020年是没有火 2021年也是没有火 所以你已经熬了一年了 你的积蓄都洗了,谷种都吃了 要你熬了一年,又未见到火气回来 未见到突然间好的事情回来 所以那些人就说抗疫疲劳 可能仍然不会那么快 觉得有什么好的事情发生 但是要迟一点点 但是我们就看好2022年应该是正常 因为2022年就是老虎 老虎是木,很强的木 就是我们叫火长生之地 也就是说里面的火 藏在老虎里面的火 就有机会引发一个比较繁荣的经济 而且火是一个大疫码 老虎是一个大疫码 所以老虎年一定有很多人旅行 既然旅行正常 就是所有东西都正常 所以香港还是这么看 但是你说2021年 因为我们仍然没有火 所以经济的动力也是缺乏的 所以你看到2021年 都仍然有公司要倒闭 这个很多人失业 那未那么快 即刻回复正常 例如旅游都不会那么快 正常回复 起码 我们看2021年 最快的下一个大疫码 就是猴猴年 猴猴月 猴猴月就是八月 八月打后 我想旅游才会有生气 那到2022年 就应该是正常 那你说香港怎样呢 那我们看过去那两年 香港不多不少都受中美关系影响 那这个贸易战 因为我们又看了领导人的八字 其实都看到一些意思在那里 过去那两年 特朗普和习近平 其实两个八字不够 特朗普是强的土 习近平也是强的火 强的土就不会喜欢强的火 你看特朗普喜欢什么人呢 喜欢金正恩的女人 因为金正恩是金 他强的土就喜欢金 水等 所以那两年 我都提过 那些榴莲预测都说 习近平是冲 习近平是属蛇 朱年2019年开始冲 到2020年 他也有冲 因为他是马的月份出生 他五月 所以六月 所以他2020年2019年 两年冲 但是到2021 起码没有冲 八字 而且他是强的火 他见到2021 见到金和土 火黑金为财 他的八字呢 就是有利的 见到有 他是阴火强的 见到阴金 他是偏才来的 所以你见到 踏入去牛年 好像中国经济 就开始 就是 世界上 就好像领导復甦了 既然中国经济好 香港也有利益的 所以你说 虽然香港的大方向 经济的动力仍然弱 但是股票市场 你见到它是升的 所以我们踏入去1月2月 立出之后 你见到很多东西 已经认了新丑年的迹象 例如丑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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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金就是楊金,楊金是刮刀,是一個大將軍 所以樣東西來猛烈,明刀明槍 但是2021年這個新金,表面上我們說是首飾金 但是你不要忘記,首飾金其實金的性質都是硬正和冷豪 金根本是一種水冷金河,是一個冷的動物 原 individually真的贊金是一個無言 所以是有少少少少少女藏刀的意思 即是外表是靚的但內女的身金是一把刀來的 所以世界仍然不能夠說希望好太平 我們回顧中國的曆法,60年一個甲子 六十年前都是新丑年的 1961年世界幾乎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1961年就是美國金賴迪總統上場 首先跟蘇聯為了古巴的危機 幾乎會打核戰 那一年柏林的圍牆又建立了 把東西方分開兩個陣營 所以世界不是太平均 還有我們追溯回1961 再六十年前1901 再六十年前1841全世界都有事 1901年美國總統被人行刺 1961年很多政變 我們入了二月 緬甸已經有政變 其實這些已經是應了新丑年 1961年其實有軍事政變 即是南韓 江國這些地方 到1901年美國總統被人暗殺 所以都幾多這些事故 之前就鴉片戰爭 即是再六十年前鴉片戰爭 所以香港怎麼看呢 2021年就是 因為香港就似過去那兩年 是變成了一個禍心 即是中美國國力的禍心 所以中美國國力是影響香港的 但是你2021年這樣看 美國就變成了 美國變成了拜登上場 拜登的八字是喜歡木火的 因為拜登是藥火來的 藥火是要木 要火 但是今年何來木火呢 今年是新丑年 新丑年來金土 所以對他來說是吃力的 剛才我講 就說特朗普和習近平 當然不是 因為大家八字不合 但是拜登和習近平 都是八字可以合 因為習近平是強火 強火可以幫到他 所以你見到他的態度 是溫和一點 所以如果中美國力沒有那麼緊要 對香港來說就比較穩定一點 如果你說經濟來說 香港是復蘇的機會比較好 因為國內今年是趨向繁榮 所以連派協香港都比較蓬佩 所以我也有說過哪種行業會好些 例如是熟火行業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金業是金 新金 新金是火黑金 火黑金為財 如果你是做火的行業 例如是娛樂、飲食、能源電器 甚至太空那些 就見到有錢 見到新金就是見到有錢 見到有錢就是金業有錢賺 所以我看好香港會復蘇得比較快 但你見到如果冠狀病毒是受到控制之後 就自然酒樓要排隊 你看一下一放寬 兩個人放寬到四個人 現在那些酒樓你想訂位都難 所以這些事情是復蘇得快 所以熟火行業 今年仍然拉雲有錢賺 有氣息 所以香港來說 我覺得221是看好的 雖然不是馬上有什麼奇蹟出現 但經濟應該是開招陷上 長遠來說 我們現在轉入九運 九運對香港好不好 都不是很差 因為香港八運是最好的 八運在香港叫做近山君向 東北有山西南見水 這簡直是適合八運 風水來說八運就叫做旺丁旺財 所以香港八運是一個高峰期 旺丁旺財即是形勢穩定 旺丁即是人們沒什麼吵架 旺財就賺到錢 八運其實香港是好運 但是因為土木星在去年12月就相匯了 因為風水三元九運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 跟土木星相匯有關 既然土木星去年相匯了 可能九運的影響已經來了 很明顯 這個轉運期就很多時段 通常轉運期 上一次由七運轉八運 就是有沙士的 2003年我們有沙士 轉到2004年 就突然間香港就忘了 因為有自由行動 這個轉變期間通常會有這種事 不如香港過去兩年 為什麼這麼亂呢 因為八運轉九運 理論上很多人學 原空風水都說 2024年九運才到 其實如果我們看土木星相匯 就去年到了 去年到了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受到九運影響 香港九運好不好 香港也有些不好 為什麼呢 九運要南邊見山 北邊見水 南邊見山 香港南邊的山 就不及北邊的山高 因為香港始終九龍 即世界那邊高山高 所以人口就不太穩定 所以你見到政治上 就比較多爭辯了 但是經濟來說 仍然是不失 一個很繁明的地方 因為九運呢 就北方見水 你見到港島的北方 海運線都很大 港島北方 全部都看到 維多利亞港見水 那邊就是南方見山 北方見水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認為一個水 就叫照水 照水就是一樣是 黃五經濟的 就是東南方 東南方有水都是黃的 所以東南方是來香港的 東南方就是大灣區 香港 所以我們九運仍然是看好香港的經濟 那不要忘記 我們香港是何時開始發跡 就是割揚美英國的時候 就是鴉片戰爭的時候 鴉片戰爭是1840年 四一年 那時候是九運 既然香港在九運出生 接下來這二十年的九運 應該都是發展的 都不會差得去變 所以長遠來說 香港我都仍然是覺得是看好的 但是2021年 不太說 因為2021年 風水的五黃位 轉了去東南方 2020年 五黃位在東方 東方 所以中國東方 就由這個病毒開始了 你看這個武漢 畫一條線 直線向東走 去到日本 去到南韓 所以這些是受到影響很大的 那麼 到2021年 轉了東南方 轉了東南方 就是 你說 我們香港 都不能夠提防 因為上次 東南方的五黃位 就是沙士 所以 今次 五黃位 來到東南方 可能 香港 都要小心 可能 還有些 流感 當然 我就看 應該不會好像 冠狀病毒 那麼恐怖 但是 另外一件事 我們又看 東南方 都影響到 台灣 和中國 關係 所以 可能 中國的南海 比較緊張 一些 但是 你說 會不會打仗 應該不會 因為你看拜登的政府 就是 他不會這麼強 但是 台灣的地位 就會 比較緊張 一些 很少 因為 台灣 就說 今天坐三煞 因為 三煞在東 即是 中國的東變 所以 我看香港 應該 比過去兩年穩定 2021年 經濟 當然 要下半年 才慢慢有好處 但是 股票市場 應該是 很弱的 尤其是股票 我們看火 都是看火 會令到 通常 我們看火的年 股票比較容易升 今年 其實 有一個月 是隔五月 即是 年中的時候 隔五月 隔五月是來股市 所以 年中 股市會很興奮 五月 六月 但是 始終基調 始終沒有火 因為 年 不是火 所以 到下半年 例如 納秋 打後 都要小心 但是 又不會說 有什麼大跌 因為 接著有成節 因為 2022年 整個老虎出來 他又生了火 所以 全面來說 我好愛玩 我覺得不錯 對 我好愛玩